哈囉大家好 我不姓王 我叫王鵬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個 我已經被 問到 爛掉 的話題 就是要在哪裡購買 穿越機 基本上喔 購買穿越機的零配件 比較常用的 有兩種管道 一種是自行去淘寶購買 因為穿越機的零配件 99%都是中國餐的 這種方式比較便宜 特別是在淘寶有活動的時候 都蠻多促銷的 但是這種方法 風險是很高的 因為是在中國買的 既來台灣壞掉 或是缺件 是非常麻煩的 遇到不好的賣家 直接不鳥你 遇到好的 會叫你寄回中國 但是寄送費要自己負擔 而另一種方式呢 就是今天 我要來推薦給大家的 比較保險的方式 就是跟 台灣的店家購買 跟台灣店家購買的好處就是 比較有保障 而且出事是找得到人的 但有保障的前提下 價格就會比淘寶貴那麼一點點 不過呢 我也是有見過 比淘寶上賣的 會非常非常多的賣家 我這邊不只名 也不做批評 我是想跟那些賣家說 只要看台灣了解穿越機的人少 就故意賣很貴好不好 其實呢 最近也蠻多人來問我 能不能幫忙帶組裝穿越機的 我自己是有幫幾位組 也有著收一點點的組裝費 但 我自己也有學業和一些打工 我能幫忙的人數有限 所以呢 我來推薦兩家 台灣優質的店家 來給大家 我推薦的都是我跟他們購買過 而且價格也都很合理 售後也都非常有保障的店家 第一家 就是我們賢哥開的 蝦皮炸雞王與露天飛行夢想家啦 賢哥在我的影片也有出現過 他人非常的nice 常常幫忙舉辦台灣的穿越機賽事 是台灣推動穿越機 不可缺少的人啊 之前我介紹過的 華國人的電便飛控和機架 還有那隻CP值超高的T-Lite遙控 他都有在賣 價格也都很實惠 反正 你想買穿越機 又想有保障的話 找賢哥就對了 第二家 只要有玩過DJI空拍機 一定對他不陌生的 懷霸 懷霸原本是賣空拍機和攝影配備 但目前懷霸也有在賣穿越機 他自己的頻道啊 也會分享一些穿越機的知識 但他跟賢哥不太一樣的是 他比較偏向賣 DJI圖傳版的套裝機 就是新手拿到就可以直接飛的那種 價格會比自己自主還要來的貴一點點 所以說如果你是新手 預算也蠻充裕的 我就會推薦 懷霸 而且懷霸有實體店面 有問題都可以直接去店裡詢問 如果各位有購買過不錯的店家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大家喔 喔對 購買的管道其實還有一種 那就是買二手的啦 目前台灣比較大的二手平台 就是FB上面的穿越機二手交易網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上面挖寶看看 好店家推薦就到這裡 你以為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嗎 沒有 我們還要來 抽獎 其實說這個抽獎啊 抽我上次去南台比賽的Vlog 就一直拖到現在了 我們今天就要來把它抽掉啦 我們要抽一個畫果龍的F7非控 和一個畫果龍新出的Nano圖傳 畫果龍的F7非控啊 在我之前非控電便的影片有介紹過 有興趣的話還可以去看看 而這個Nano圖傳啊 原本想拍完介紹影片再抽的 但我怕各位已經等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就先來把它抽掉吧 這些就當作2000訂閱的抽獎啊 想到2000訂閱就很感動啊 剛初達到1000訂閱不知道等了多久 現在不知不覺就2000了 好啦 抽獎方式的話 就是我IG和FB 都會各PO一篇抽獎文 然後各抽出一個人 只要我追蹤我的IG 和按讚我的FB 並且在抽獎文底下留言 畫果龍讚啦 就可以參與抽獎喔 IG是抽Nano圖傳 FB的話是抽F7非控 抽獎是在4月9號的晚上8點 所以在4月9號之前 你都可以在抽獎文底下留言 並參與抽獎 當天我會在YouTube開直播啊 可以順便跟各位觀眾聊一下天 然後中獎人直接私訊我的FB或IG就可以了 喔對了說到FB 我FB粉專的按讚數真的低得可怕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有粉專 這年頭FB是不是落寞了 B站的朋友我這邊要說聲對不起啊 這次抽獎請在YouTube辦 等一萬訂閱 我一定連B站一起辦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分享加按讚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各樣IG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消息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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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